HELLO 我是阿怪 又到了每週星期日的手機電玩新聞報啦 而下週有兩款手機遊戲大作上市 而個人是真的蠻期待的 那我們看一下本週有什麼遊戲上市吧 由eSky Farm遊戲平台代理發行的 橫向eSky冒險遊戲 冒險聯盟在5月20號正式上市 而遊戲也請到了仁榮軒 擔任遊戲代言人 而遊戲主打的是輕心療癒的遊戲畫風 與橫向角肘戰鬥方式 而遊戲的玩法真的有點像風之谷一樣 雖然玩不到10分鐘就50集了 有一點免洗的嫌疑啊 但是最近的橫向類型遊戲有點少啊 算是幻花叢中一點綠 由888Play 獨家代理的打劍M 也在5月20號正式上市 而遊戲也請到了反骨男孩男人遊戲代言人 而更有多位的遊戲實況主推薦 而不過阿怪真的覺得遊戲蠻普通的 而除了有著一般的跨幅PV系統 還有加入幫會等等 當然少不了的就是戰力、坐騎還有EIP囉 而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應該會錄榜5月份的TOP10手機排行榜囉 緊急的喵貓在5月20號正式上市 而遊戲四款獲得GooglePlayer 2018年度 獨立遊戲部門優秀獎的遊戲 而遊戲四款簡單好上手 選喜歡的角色 偶爾放個必殺技 輕輕鬆鬆沒有壓力的遊玩 而雖然遊戲也是老生殘團系列 不過貓咪還是很可愛啊 日本Sony企業在台分公司代理的 《仲劍之王》 最近展開了事前登入活動 而遊戲主打擁有高規格 如電影般動畫、爽快打擊感、 即時操作的策略玩法 與高機油度戰鬥 將開啟幻想世界旅程 邀請所有玩家一同來體驗 而看看畫質 我想應該是款可以期待的手機遊戲吧 由龍城網路代理的 美少女RPG《魂器學院》 於最近啟動了史前登入活動 而人工智慧高度的繁榮世代 也先因AI出軟而變得失控 一隻由魂器學院的學生們 組織而成的星星隊伍 在這個戰火中展露頭角 而身為班長的玩家 將率領這隻學生隊伍 救出迷霧背後的野心人士 由聯合數位、魂創主辦 赤族遊戲授權的 《返校實境體驗展》 預計在7月正式登場 而曝光展區內容 強調還原返校的遊戲世界 挑戰將遊戲轉換成 實境體驗性質的方式 而遊戲中聽到那句 方同學 國家感謝你的協助 還是為毛骨手蘭納 大膽的玩家可以期待一下囉 而在下禮拜也有什麼有趣 或是值得期待的手機遊戲上市呢 Lightgame之作 英雄收集RPG手機遊戲 《魅影在零》 預計會在下週5月28號 中文版正式上市 而遊戲有個出色的配音 與獨特的視覺美學 讓每個角色 美麗的原創品 呈現出無縫的3D效果 而遊戲更主打的是它的戰鬥系統 獨特的回合制戰鬥系統 基礎上加上了不一樣的設定 算是一個很特別的手機遊戲 而在下週壓軸的遊戲 就是由錦商熊燕原作漫畫 改編而成的灌籃高手 預計會在5月27號正式上市 期待已久的手機遊戲 終於要上市啦 以Q版的競技方式呈現 並有著動漫原作劇情 真的是下週最推薦的手機遊戲 而在遊戲中 人物都能使用原作動漫上使用的招式 如櫻木花道的銅槍鐵壁防守 與大吸星灌籃等等 真的是讓六七年級生 共同回憶的懷念作品啊 而我應該會在明天出一個 關於灌籃高手的整形搭配技巧 還有人物解析等詳細攻略 喜歡的觀眾再幫我關注分享囉 以上就是本週的手機電玩新聞報啦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給我喜歡的觀眾 拜託點個讚訂閱一下 也麻煩要開啟小鈴鐺啊 我是愛玩搞鬼的夏怪 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 看不見 看不見 來 谢谢大家